台北市文山區辛亥隧道的路段 昨天上午尖峰時段是異常庸塞 原來是有名良性男子宿醉 酒駕上路 結果一時謊聲自撞護欄 讓辛亥路這四段原本是兩線道 只剩下一線可以通行 整個交通都大打結 警方到場之後 針對這名男子進行了酒色 發現數值高達0.46 依法將人送辦 馬路上車流量大 不只有一輛白色轎車突然失控偏移 車頭直接往路邊護欄 強烈撞擊 B&W車身歪斜 車頭嚴重凹陷碎裂 護欄被撞得東倒西歪 可見當時撞擊力道並不小 時間回到車禍發生的地點 就在辛亥路四段這邊 而其實再往前 就會抵達辛亥隧道 尤其這條道路呢 又是文山區重要的連通道路 而車禍發生當下 其實正值上班尖峰時段 因此一度造成交通大打結 車禍影響道路通行 至少花了30分鐘 交通才恢復順暢 而這起自撞事故 又是酒駕釀的禍 二十一日早上七點半 狼姓男子開車前往上班途中 疑似因為精神不計 自撞護欄 警方到場對他進行酒測 酒測直徑高達0.46 原來他是在前一晚喝酒 一路喝到隔天凌晨兩點 未有人員受傷 經檢測酒測素質達0.46MGL 全案以公共危險重辦 同步通知脫掉車 立即到場排除 這回是開車自撞 造成交通大打結 沒有嚴重死傷 但喝酒就不該上路 畢竟誰都無法保證 下一次酒駕釀貨 傷害還能如此輕微 藉由凌文萬家為台北採訪報導